小米聊天和大家聊天 今天想轻松一点 想讲讲讲前几天无线的颁奖典礼 有些朋友要我讲讲点滴 那些肯课金都要跟我讲 第一,我就奇怪了,我明不明白 可能我的样子也是生出来的 我的样子也是喜欢TVB的 我自己笑了,对不起 可能我天生一个就是TVB的涌等 哇,没有人比我更加带客 首先,整个颁奖典礼 我看了网上,我再看了一点 我发觉有一件事 我提醒了曾智慧先生 再说那些赤鞋的东西没有用 那些人赚你,没有意思 其实说了十九几年,其实也没有了 多谢珍姐,多谢乐小姐,多谢智慧哥 其实那些浪费气 因为为什么你老母亲在股票下跌了 收市率不能下跌 无线TVB已经不是以前的TVB 那你还有什么东西值得恭喜呢? 第一,我想就想,他也想不明白的 那你再恭喜他 蛇斯曼拿,当然要他拿 你老实说,整年人家 你为什么要回来拍这部电影呢? 就是,挑给你说没有奖拿 那一部电影是箭煲底的电影 他会不会回来拍? 是吧? 是吧?同日,而且 主要的竞争对手 什么阿里那些传,没有拍气 那你屌里没去不赢 他躺在那里会赢,不是吧? 大家,没有人质疑 没有人质疑 就是他拿,很应该 那一部电影是年底才播 对吧? 是不是年头播 年头播可能差点 年头,年尾播 天时地利人亡 全贏了 那一部电影可不可以看? 我之前评论过 不要再针对了 但是,就是 张智能说了一句话 一部好的剧集 你会翻看又翻看 但是你《新闻女王》应该是一部 不会翻看的电视剧 这个也几乎很肯定 所以呢 拿这个最佳的剧集 就证明无线 其他电影是不行的 这个我说过了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 张智能说的 那我们说一下 我们说一下,是不是? 还有所有嘉宾 这次请的嘉宾 老实说真心说 TVB是做足事 这是我真心的 我要赚真智能 但是有一个问题来了 麻烦 写稿 他赚稿完 你看到那些对白 请到那么厉害的嘉宾来 那些对白基本上是纳纳杀 不厉害之所谓 你空有嘉宾来 你叫那些嘉宾 要是你给他爆肚 你不给他爆肚 你会觉得很肉酸 对不对 我觉得,请到谭耀文 都很久没见了 你说黑仔哥 阿鵬哥 你是有惊喜的 真的有惊喜 但是你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你发觉他里面说的对白 全都没有语言无味 根本你那些编剧等等 你有没有一个团队来搞 正确明他搞这些所谓的中厉 现在搞这些所谓的中厉 不能够 你不想去访问一下吴宇 你去访问一下何离传 他们好像回去了 就是你觉得这些人对白 你一年搞一个这样的表演 就是你都要动笼 床板 要说些绝物的东西 哪些人应该爆肚 哪些人应该可以令到整件事有趣 因为为什么呢 本身大部分你里面的艺员 是没有声味的 我敢 这句可能是串钩的 是吧 我是一个评论员 文化评论员 我 我自然要逐个讲 是吧 一个文化评论员 自然要讲一下这件事 那你说 陈浩拿 没所谓 没有对手 没有对手 没有人提到去年 有哪一部男性的剧 就是《一鸣精人》 因为他面对了马国明 因为我都说 你马国明 随便开到电影叫天然来 不是马国明 我真心说不说 不是得罪说一句 马国明还做电视 毫无准报告 你不要说我耳工 我说真心话 他是一个乖 你叫他做坏人 其实是暗交 天然来 没有吸引力 但可能是一个好老公 就这么简单 那就没有吸引力了 所以整件事 你不觉得 陈浩拿 陈浩十几年才拿一次 对手一拳 原来演的《唐三丰报》 那次 十年八年拿一次 很厉害 女主角全文部 都废了都不废了 那你不要说了 是吧 最后的剧就不要说了 因为那些戏 因为你不会再回看 所以张智霖说了一个真心说话 好的剧就回看 我们是不会回看《三丰报》 你不会 一定不会 那就行了 那就没所谓了 那谁拿 还有 我真心说 你老母亲马来西亚最佳影历 关香港什么事 哪个人有兴趣知马来西亚最受欢迎是谁 你班国长在这个节目里干什么 我真的很奇怪 那些大马 我觉得无线真的太巧立明目了 你给黄宗泽 大湾区 香港人不喜欢看的 你为什么会看这些人 你搞到整个节目就很棒了 以前我最喜爱的 和你最佳女主角 那些人有争议性 你现在搞这么多事情 就又整色整衰 就是你是为了很多人去拿奖 不如那你其实就不坏了 那你搞大湾区 那你为什么不弄了东北山省 这个上海最受欢迎的那个男主角 或者澳门最佳 不是澳门属于大湾区 那你在马来西亚为什么没有新加坡呢 为什么没有泰国呢 就是这个亚太区 为什么没有呢 你根本就是这些叫巧立明目 没有狠用中的没有狠用 多鲠鱼 立狠杀 你搞了什么 哪有兴趣 你马来西亚是谁 你马来西亚受欢迎 那你马来西亚班 如果你不用在那里坐伯 或者你大湾区没有人有兴趣 我敢保证全香港人 不过你想找另外巧立明目 给一些拿不到奖的人给他 那些叫猪肉奖 我不觉得有什么恭喜 就是你搞到整个节目越来越贵 真的越来越贵 但是伤成劲爆 你从来没有人关心 伤成劲爆 没有人关心 好了 去到最后 最专业精神奖 就是让袁智慧拿 是吧 那你说袁智慧又 就是有个slogan 就是说 就是 就是 从来没有左右 那个新闻 什么 就是自由那些 那些 你老门有哪个信 先 第一 你说这句话 袁智慧有多高的公信力 没有 袁智慧 这些旗下 无线新闻 由我小时候 叶阿环 陈立志 蘇宁峰 搞到今天 无线新闻 四个字 试试淡淡 好多人一红 就跑掉了 不练 现在的新闻女郎 健健化到农庄 农庄赤业 晚上还有兼职 我就可能你有心 就唉呀呀呀呀 嘍 在照报夙 我常常觉得 behave 你做一个新闻女郎 是不是需要 需要 알 suisance 我也不知道 你们苹果 我就也许 ozone 我常觉得 言之犯了一个很安全的错误 又塗了甲油 五缸十色 遮蓋了 你不是出来搅拌吗 是吧 你的专业精神在哪里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袁智慧已经犯了一个很浪费的错误了 你令到无线新闻被我事事旦旦 这四个字你要出来说 你这样说 不能够胆 你把无线新闻推向死糊涂 为什么无线新闻每一次出去采访都被人吵了 因为我亲眼见过很多次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袁智慧 你凭什么东西拿这个奖 说真的没所谓 这些奖都是你自己颁给自己而已 你母亲颁给你 你母亲不会颁给外人的 那你自己有什么恭喜 而且老实说 你也丑了 不家产 做这么多年现在才颁给你 对不对 我觉得很丑 又说自己什么东西 颁了很多年 这个那个都没有颁给你 那没有人才颁给你 怎么这么丑呢 现在谁人都知道无线新闻是在没落中的 垃圾中的 全世界都知道 对不对 总之谁喜欢 坦白说 谁会欣赏花仔 我想有的人都很灵类 不然这一代未必懂 当年他访问过李鹏 没什么问题 你不要说投降 是吧 七警打人 是吧 退去金居 你看到人吗 你亲眼看到吗 对不对 但是你把一个无线新闻以前 很专业精神 很多人喜欢的东西 你推向了死 不过你是要专专要无线玩东西 搞东西 就是这样而已 有什么值得 令你觉得是惊喜 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不过颁给他 我也不觉得是威什么 第一 我不是说无线新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无线新闻唯一你看到他有个新闻堂 免费 24小时 如果不是太过离谱的新闻 他也会播 对不对 有没有Janda 我不知道 对不对 近年有没有出过一条新闻堂 你是眼前一亮的 可能那个梁凯玲而已 那个空多大的那个 现在走了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哪个新闻堂 你会很记得 那个什么 蓝军蕊 蓝军蕊以前在DBC兼职 就是兼职过 所以我对蓝军蕊我特别很感谢 因为他们在DBC做过 做过兼职 就是做过可能实习 可能别人叫你们实习 那你还有没有新闻堂 没有 无事新闻出去采访 我想也不容易 老实说我亲眼看过很多次 是吧 那你里面有没有一些 你会觉得拿什么账 没有拿过账 所以你说袁智慧拿 不是机会 就是你自己帮给自己 就是你老母帮给你 你老母不会帮给外人 我不觉得 有什么惊喜 还有你这么懒惊才拿 他说自己做过几十年才拿 你抽不懒惊 我觉得很懒惊 老实说 这个前几年 你无线帮给了一阵 有一个专业精神奖 不知道什么懒惊 帮给快餐店老板 也不帮给你 我记得 不知三四年前 他那个无线餐厅的老板 不知道什么老板 帮给老板 也不帮给你 你丑不丑 记得吗 记得吗 老板 你每次请吃饭 不是的 就是证明 没人才给你 老实说 整个节目 已经是 你对 到行役这十几年了 如果你问我 还有什么东西要账 多谢谁 多谢什么 多谢 多谢珍姐 多谢乐小姐多鸡鱼 无线时间 股票跌到仆街 剧集 没什么威国 你硬说 你算什么网上点击 全部考纳明目之下 才说几十点你说 最好是说 大湾区看到你 无线新闻的广告 你叫我骗够人 你上去 你上去任何一个 大陆 你怎样看到你 无线新闻的广告 你说的 根本就是骗够人 是吧 还说自己大湾区 有势力我不能知道 可能你卖给 爱奇艾 这个 或者那些什么 腾讯那些 就是搞那些东西 对不对 但是至少 你说这段时间 那些人说梵花 还是说新闻女王 对不对 就是说自己 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地方 就是这件事 你说一比之下 已经屌你高下互见了 对不对 当然那个王家维 你当然没理解 是否用王家维 对不对 你说再拍什么拍了 不紧了 就是你拍不回以前 亦明白 但是就不要 扮演得很厉害 这件事 就是 现在无线 当然他要改革 改革不了 就是他想改革 是吧 就是曾志偉又说 又说不做 林家洞又 你现在林家洞拍那些潜行 也不知怎样 是吧 如果你找林家洞进来 我反而还有一家私希望 是吧 就是他至少他又吹到鸡 是吧 就是你就算这次曾志偉吹到鸡 你捉到鹿都不会脱角 那些颁奖嘉宾 那些台词之差 真的历年之最high 那次 你还上普京赞助 普京赞助 你什么澳门娱乐赞助 赞助也很紧了 那我不知道 不就是帮何超越也颁奖 是不是 是吧 那就是第一条数 就是证明 有时候搞这些东西 就是一个大台 有一个大台精神 你真的大陆都不会 就是大台大陆都不会这样 荷兰王 屌你老妹 就自己清测一时 TVB 就是已经是 没落肯定 因为他们还是用一种 叫做那些什么 那些叫做什么 那些崇拜形式 一不敢不愿多谢 如果真的 这么厉害 这几个婆娘家的曾智慧先生 无线值股票 只要40元 是吧 你只是说新闻里话 就不会说繁花 就是这么简单 是吧 当然那些网友叫我说 我一定会说 是吧 一来就 这两回事发生 不说不行 第二点 他叫我平衡 袁智慧 当然我 我没什么资格叫花仔 我都想做花仔 是吧 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 还叫花仔 还想不想巴林币 是吧 不过我想起都很好笑而已 好吗 今集小米 聊天讲到这里 接下来就继续聊聊小米的聊天 好吗